这个嘉宾来加入到我们的解说间呢就是新国变的主席团成员以及我的好朋友少帅先生 大家好 哈喽哈喽 那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国变的解说间 那今天呢我们是其实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比赛了 是的 就是一个up主表演赛 没错 然后我们看到说今天的变题比较有意思了 叫做00后改变了职场还是没有改变职场 我觉得这一点少帅你超有发言权 我想问问你就是在超级变手里面有没有00后的员工 然后他们有没有改变什么 公司里面肯定是00后的员工很多了 没错 他们到底有没有改变整体职场的环境呢 我不太清楚 确实是改变了我的血压 血压逐渐升高 所以确实我觉得00后可能 我其实还蛮想听这个变题的 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属于 我们曾经属于是这个挑大梁的这个主力军 劳动力的主力军 但马上我们也要从这个90后 然后慢慢转移到00后的肩膀上 是的 所以说也可以听听看这个变题有什么不一样的见解 那今天我们的选手也特别的特别 他们都是up主 然后也是百万 应该是百万粉丝 对 有这样量级的up主 所以说那正方呢是Adam陈老 Adam陈老师 他的名字是 对 然后还有学过石油的语言老师和孟章 反方是赤燕男孩 洪陈阳和老奖剧靠谱 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其实赤燕跟陈阳 好像都来过我们表达学堂的课程 对 我们表达学堂之前呢 就是有蛮多up主 会愿意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辩论和表达方向的这个培训活动 因为其实对于这个up主来讲的话 虽然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特长 或者有自己的专业 但是其实他们因为大量的这个初心工作 还是希望自己能在镜头面前 比如说在他的表达和思考上 能呈现出更多元更丰富的这个样态 所以其实在表达学堂里面 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们了 经常见到我们的这几位 像是赤燕男孩啊 红尘瑶啊 然后这都是我们这个表达学堂的老同学了 然后这一次呢 刚好有这个机会 邀请大家一起来 新国变十周年这舞台上 打一场比赛 讨论一下00后到底改变改变职场 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没错 其实我本人还挺喜欢吃烟的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能量很满的人 对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 就不管是各路的人吧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 像是做up主 经常要输出也好 但其实很多职业 他经常都会输出 比如说要做这个presentation啊 或者是要去面前客户啊 所以说表达学堂恰恰提供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训练 然后或者这样的一个帮助 就是让大家可以提升个人的表达和思维能力 那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小放 小瞄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超级变手和表达学堂 那表达学堂关注之后呢 还可以领取福利课程 那我们今天也介绍一下这个赛制好了 我发现我们这次的赛制不太一样 因为毕竟啊 就是我必须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虽然我们up主是很牛逼闪闪的人 然后他们也是就是说 从个人的能力来讲 表达来讲肯定都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因为毕竟他们不像是我们的变手了 比如像是这个李佩宇啊 或者是像赖湘君啊 很多我们的变手 他们其实从高中达到研究生 很多很多年了 他们的变龄可太长了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我们的弹幕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们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包括现场的观众 也要给予这个合理的期待 是的 就毕竟他们up主们不是变手 所以我们也为他们特别调整了赛制 那就是我们是有三轮陈词 然后每轮陈词后面都是一个开杠 然后中间有个自恶变 然后结变是由队长来承担 是一个两分钟的陈词总结 最后呢由现场观众来进行投票 是的 其实在这个赛制当中呢 原本我们其实看奇葩说的赛制 它是有固定的陈词和这个对变 也就是这个开杠的这个环节 但其实有一个环家 这是在我们场下的时候跟up主聊 他们觉得最难hold住的 自由变 没错 三大老师猜得非常非常的准 因为自由变在咱们的这个专业的竞技变手里面 大家都知道 它是非常强调这个团队配合的一个活动 因为哪个选手发言 然后要带哪个球 还能保证我们整体的内容 能呈现统一的公式 不会出现就是这个张三说张三的内容 李四说李四的内容 我记得当时我们摩尔本大学在锻炼自由变的时候 我们有借鉴马大的方法就是唱歌 就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这个应该可能对于可能现在这一代的变手来讲 有些都不太了解这个唱歌了 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个大家 因为我们站的会非常齐 首先我们要确保每个变手都站到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在我打变的那个年代 如果有人不站是会扣分的 是的是的 平安也会扣分 会扣很多的分 所以导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固定的体系 来确保说我们的一变 然后我们的前职变手一定会站起来 所以我们会变成说 好我们四个人这一轮打的是某一个例子 然后下一轮打的是第二个例子 所以一变负责提问题 二变负责追问 三变负责追问 四变负责结问题 非常工整的一个结构 非常工整的结构 也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包括这次咱们这个专门设置了这个主题比赛的话 也是希望就是让我们的这些更多的这个朋友们 能参加到新国变的这个舞台上 因为除了我们有竞技辩论的最高殿堂以外的话 如果能在这五天的这个变谈春晚的这个期间 能有机会能接触到更多圈子的人 然后让大家都来尝试体验一下辩论的这一项活动的话 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件事 而且保不齐 对不对 我们的up主们这一次参加完比赛了以后 然后他的这个发挥不错 或者体验比较好 未来多拉一些朋友一起进来 然后我们的整个竞技辩论的这个圈子 又扩大了一些版图 这是我们希望乐见其成的一件事情 是的 然后我们现在的现场呢 还在准备这个投票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想一下 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场投票 还是一个对人蛮有压力的事情 因为我以前也参加过戏拍手 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变手来讲 其实我反而不怕专业财 我反而甚至都不怕社会财 但是我很怕观众 因为观众会特别的考验你表达方式 是 就你的观点是什么 我可能是一部分 但是你的表达方式 我是否就是很愿意接受 我是否喜闻乐见 我是否接受度很高 感染力很强 是一个就是说会影响他们判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没错 但我觉得这个方面反而up主会占一些优势 对因为up主常年其实他都是在跟他的粉丝 跟他的观众一线在做打交道 而且我相信啊 就是对于他们来讲 对于在镜头面前呈现出的姿态 然后语气语调 还有和他整个输出内容的节奏 例子的选取 是的 这些部分他们肯定都是常年要精心打磨的 是的 所以其实他们的内容呢 我们会觉得一般普通的观众可能会更喜欢 这也是我这一次特别期待这个比赛的这个缘由 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各位观众也可以去观察一下 没错 从昨天我们晋级辩论的最高殿堂 半决赛两场比赛 再到两个哲理辩论的大神对决 对 然后再到今天我们有新加入我们这个集体的up主的这个表演赛 大家的风格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没错 其实我觉得真正强无敌的变手是既有个人风格又有输出内容 就像昨天的哲理辩论 特别棒 其实真正我们说站到了这个华语辩论最高殿堂 或者是最高级别的变手 它恰恰反而不是说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它会有自己的风格就像up主一样 它的表达方式是极其精雕细琢的 但是它又有输出内容 就像我们真正的传统变手一样 没错 不管是论点的设置 还是论证的这个完整度 还是论剧的选择 它整个是非常完整的一套输出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恰恰是大家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 是的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少帅了 就是今年是我们新国边十周年 然后大家都是又终于相聚于线下 然后外面今天也下了一场雪 有人说是瑞雪照风年 我想问少帅就是 那这次我们半赛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体会 是你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今年我自己的感觉是 第一次开始做线下 然后关注度就非常高 然后其实在跟弹幕的互动的数量和交互的程度上 是应该是十年以来最高的 我们这么多观众进到直播间里面来看咱们的比赛 上了那么多见证 没错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是通过自己的行动 在实际的支持这个比赛 我这个代表组委会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对于比赛的支持 然后对额外还要说一个小事 这个也是组委会的同事们交代我一定要说的 就是我们各位有在咱们直播间里面上见的这个见长们 千万要记得把你自己的这个微信名 姓名和你的邮寄地址一起这个私信我们后台的主业军 然后我们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所有的纪念品 包括送给大家的见长礼 这个都是需要到工厂专门定制的 所以我们打算在这个这个过年之后 然后统一给大家邮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把你的微信 你的电话号码 还有你的收获地址 如果要是过年之后应该就是开学了 大概率可能同学就要放自己学校的地址 对对对对对 然后用文字的形式私信到我们后台的主业军 年后我们给大家统一邮寄这些这个纪念品 没错 所以我们见长们一定要记得用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们 那就大家可以获得这个永铺咖啡和新国便的联名礼包 那我们也特别感谢就是本次的主办方 这个bilibili和超级变手 然后我们也要感谢永铺咖啡的大理支持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们会觉得说 辩论就是一个小众的爱好 然后我觉得也就是一些一部分人可能去喜欢 但是其实从我们新国便这十年办赛 到现在我们整个不管是超级变手还是表达学堂 还是整体的这个辩论氛围和我们说对于表达在这个线下的推广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其实对辩论对表达对思辨开始感兴趣 这个是在十年前完全无法料想到的 对在我们那个时候打比赛的时候 又说好像现在是特别以老外老 我们那个时候打比赛 其实进到这个会场里面可能也会有比较多的人 但基本上青色的都是我们的各个辩论队的选手 但我今天其实在这个主场的时候有看到其实已经有比如说 那这个有一些妈妈带着孩子来相当一部分素人 相当一部分就是说我要来看编论的观众走进了我们 也被我们这个舞台吸引了过来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其实没有很老了 没老没老没老 但是现在的时间或者现在的时代真的已经快变成是00后的时代 对所以我们一起讨论了这个00后到底是改变了还是没改变职场的问题 没有错 邀请我们的六位up主一起来对决 没有错 主席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习瑞 主席还是花花 所以说我觉得也期待吧 期待六位up主可以表现出他们最理想的水平 然后也期待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表现上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那现在我们就把镜头交回给主赛场 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新国变十周年up主跨界表演赛 我是本场的主席习瑞 这一次新国变up主跨界表演赛呢 因为我们和bilibili的平台官方合作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b站上有很多优秀的up主 作为内容生产者 有独特的视角 也有非常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正好呢新国变呢 这一次在bilibili独家呢 直播自己的比赛 所以我们也邀请了六位优秀的up主来进行一场跨界的盛宴 那我可以提前先透露给大家 就是我们的up主们其实提前两天就来到此地 体验辩论 而且有教练 在教练的指导下呢进行了封闭式的紧张背赛 所以一会儿非常期待他们的表现 那在双方变首呢入场之前 我先介绍一下本场的变题 本场的变题是00后改变了职场 还是00后没改变职场 我们知道哈随着这个00后呢 这个不断浮现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来 00后也基本上开始经历毕业 找工作甚至已经工作的阶段 那之前呢有人就说 说00后比较潇洒 为什么 因为他上没老下没小 也没车贷也没房贷 比起那些苦苦背负着车贷房贷的 80后90后 对吧 相对来说自由的很多 一般轮不到领导批评他 他都可以先开除领导 但另一方面呢 也有人说 说其实这也是对00后整体的刻板印象 有所误解 那今天我们就看六位变首 怎么样给我们展示00后的职场生态 好 让我们掌声欢迎六位up主入席 欢迎各位up主入席 我们先请正方便手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嗨 大家好 我是Adam 我是晋南大学的一名英语老师 同学们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学过石油的语文老师 大家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孟章 我们看到正方好多老师 好 请反方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吃宴 大家好 我是老蒋 知识区的 大家好 我是洪仙城 我们其实给我们队起了一个名字 对面有很多老师嘛 我们的名字叫桃学威龙队 然后这个名字能听出来我们这个年代的成分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享受这个比赛 我们这个队名刚好跟你们队的队名呼应 我们叫同学们好 老师好 老师 看来这个刀光剑影啊 这个瞬息之间就开始了 那我们这个在比赛之前呢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赛制 其实本次赛制呢比较简单 也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啊 我们以前综艺节目的赛制 就是双方一变各陈词四分钟 然后开杠一分钟 双方二变各陈词四分钟 开杠一分钟 双方三变各陈词一分钟 开杠一分钟 然后自由变环节 双方各四分钟交替发言 截变环节双方各两分钟 按照赛前抽签的顺序 反方先结 正方后结 那么每一轮 我们都会有现场评审团的投票 那么最后基于每一轮的投票 我们会决出胜负 那我们进入到开场第一个环节 就是放狠话环节 不是先进行立论环节 我们先请正方队长 对反方先放一个狠话好不好 我们正方的这个队名 不是叫同学们好吗 对方刚刚也刚好叫桃雪威龙 所以我们的狠话就是 同学 请坐 我们对派出一位 就是最凶悍的 最凶悍的同学来 拿出你对抗老师的勇气 这个我上学的时候遇到的老师 都特别的那个凶 没有遇到这么温柔的老师 我就是我不知道怎么那个怼了 我原本准备的话就是说 谁输了谁就注销B站账号 但我觉得有点 太凶悍了 对这么温柔的老师就是 友好比赛 对 好吧 那就不注销了 这个赛前呢 这个我们的主办方就说 还是要有这个放狠话环节 我就说放狠话如果放得狠呢 还是很精彩 但是像刚才一样呢 就会有一丝尴尬 好 那我们呢不如就进入到正式的辩论环节 我们先有请正方一变 开篇立论 计时四分钟 计时开始 大家好 作为第一个上场的up主呢 想和本场比赛 很多专业的辩手 和观众朋友们说一句 就是我们可能做不到 想用专业辩手那么专业 但是呢我们是来自不同领域的up主 也能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独特的一些视角 其实拿到今天这个变梯 大家心里面也可能有一点答案 就是其实我们正方是占点便宜的 因为反方他们一定要变 00后没有任何 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 其实是有点难的 所以今天哪怕我们正方 是提到哪怕一定点的改变 那也算改变 那大家都知道 我做一名有失丰失德的人民教师 这种占便宜的事 我必须得做 有便宜不占 谁王八蛋 不是不是 所以呢 今天大家 但凡是听到我们说出一点改变 我们就算赢了 对不对 对 感谢现在赛场的仅有的两位 这是我的人 我们今天讲的00后 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特定的数字 我们讨论的是在职场当中 这种最新鲜的血液 到底有没有给职场带来改变 它们代表的是对不合理规则 说不的勇气 以及拥有的新的不一样的认知 我们来看一下00后是怎么整顿职场的 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有多勇 你们现在只是在变场上辩论 你们未来就是在职场上battle 老板让你下巴别走 你说我得回家喂狗 老板让你去跟客户应酬 你能找出一万个拒绝的理由 老板半夜让你改PPT 你说不好意思 我还在KTV 老板让你 老板跟你说 明年子令给你加薪 你说毕业给的花大饼了 行不行 我谢谢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 你们的勇只是为你们自己 其实对于我们90后来说 你们的勇 价值非常的非凡 我们心中憋住的那一团怒火和委屈 都用你们这张嘴涕帮我们完成了 你们何止是改变的职场 你们是在造福全人类 当你敢于说不了那一刻起 你的老板会怎么想 他会说 现在的00后怎么这样啊 你看这句话你发现没有 你已经在改变了职场 对于这个人群的认知 他们发现这群人是不一样的 一贯的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了 当个体的行为放大到 一整个群体所产生的印象的时候 职场会对这一人群 产生什么样新的认知 采取什么样新的态度和措施 这本身就是一种改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00后拥有的不只是说不的勇气 他们还具备这个时代 所赋予他们的新知识 新技能 新想法 新创意 这是这个时代所给予他们的 我其实特别害怕媒体采访 因为我就是 虽然我不认00后 但是我自认为我是00后 勇敢地去改变了勇气的 因为别的 别人采访 别的大学老师都是什么 做了什么学术贡献 而我的标题永远都是 90后非典型英语老师 我的大学老师居然是搞笑男 等等 我的学生见到 我都不会说 老师好 他们都是 Sawadika 哈喽哈喽 就是我甚至还拉我同学 一起去拍视频 还冲上锅 B站热门 我似乎一直在做着一种很新的东西 你们以为这只是一个 恰好就是一个搞笑男 正好教英语而已嘛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到底改变了什么 但直到有一天 我非常记得那一天 我教的是英语读写课 下个铃声响起的时候 我正准备要走 这个时候一个 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学生 走到我跟前 用只有我们两个人 才能听见的声音 对我说 老师 其实我一直特别讨厌学英语 英语真的特别的无聊 但直到我遇到了你以后 我发现学英语也可以这么的有趣 那一刻我觉得 或许这就是新的价值 这也是零后的价值 谢谢 感谢正方一变精彩的 立论陈词 确实给到我们眼前的风格 是焕然一新 那我们期待反方一变 进行立论陈词 有请反方一变 计时开始 首先对方的观点 就一句话概括 职场根本没变化 你在KTV 你在喂狗 职场有变化吗 职场没有任何的变化 OK 我们这道题叫 改变了职场 没有改变 然后第二 你自己怎么不站出来 你让00后在前面抽风险阵 你躲在后面 这个不负责任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来说 这道题啊 我们真正讨论的是什么呢 不是00后 有没有改变职场 而是在讨论 我们更应该传播哪句话 因为在座六位 全都是up主 而且今天还有现场直播 所以我们让屏幕对面的 你们相信哪句话 才更重要 OK 我们仅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 因为我不是00后 我也不在职场 所以我根本不care 这件事 但是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 为什么不能说00后改变了职场 这句话 不适合传播 第一 假设有两个00后都看了这句话 对吧 我们都在上班 我们都看到了 对方没有所说的 00后改变了职场 OK 今天我拉着隔壁的同事说 走 咱们下班了 我们还有很多的任务要做 但是我说走 咱们下班了 老板怎么找 我们都不回复了 我们一起进了电梯 按下了电梯的按钮 我按了一楼 他按了副一楼 我们知道啊 副一楼一般都是地下停车场 等我还没想明白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跟我说 你车停哪了 我们都是00后啊 对不对 我才发现改变职场的 不是00后 改变职场的是 给这个还没有 刚刚毕业的00后 就买车的70后 他们才改变了职场 第二天我们都到了公司 发现我们两个任务没完成 都被裁了 他开着他的车回了家 我坐着我的硬坐回了老家 这就是不同的结局 OK 对方传播这种根本无法证实的观点 而非事实 容易让没有实力00后 盲目自信 以卵及时酿成悲剧 这个悲剧谁买单 对方那边有买单吗 他们买不了单 只有那个坐在硬坐上 懵逼的你买单 OK 第二假设有个老太太摔倒 在地上躺着 周围围了一群人 那这个老太太被扶起来的概率 就比较小 为什么 因为责任被分摊掉了 大家都觉得你去扶 但是没有人服 只有当你一个人 站在这个老太太面前的时候 你才说 我不服 我有愧疚 但我服了 可能会承担责任 那么对方便有说的这句话呢 营造了一个什么立场 营造了什么情景 就是在职场里啊 没有人去服 在职场里 大家都盼着有那种传说中的 像对方便有所说的 那种00后来职场 来拯救我们80 90后 来整顿职场 但实际上呢 我们是在等待哥多 这种人是不会到来的 在职场里更应该承担改变责任的是谁 是我们这些80 90后们 因为我们才更有实力 我们才更有地位 才更有能力去改变职场 但是我们可以在很多媒体上看到 00后整顿职场 这个热搜下面会有些什么词啊 70 80后再说 我们现在有房贷有车贷 就像你说的 所以我们无力改变职场 就期待你们00后来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一些无良的营销号 还有很多不知 很多不知情的人 在传播这句话 让这句话 让很多本应该像我们一样 站出来的人 藏在了这句话的背后 职场改不改变 怎么改 更难改变了 OK 第三 我们现在取消了疫情防控 我们现在普及疫苗 还发明了特效药 看似病毒越来越越越 人类即将胜利了 但是你作为一个专家 你要传播哪句话 我们战胜了病毒吗 还是说我们还没战胜病毒 这个后果 是要多少人来承担的 OK 所以这套病题 还在讨论一个什么点呢 我们选择 我们在面对一个 很难建议的观点 我要选择激进还是保守 我永远选择那个保守的人 什么叫改变职场 叫大多数人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都可以验证 这是一个事实 而非一个情绪化的观点 一种戏谑的 热搜的这种词条的时候 这才成为一个事实 这才是我们作为up主的责任感 那这种责任感 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六位 都可以感受到 因为这是我们作为up主 作为随便说一句话 都有百万播放的这样的人 应该承担的后果 谢谢 好 感谢双方一变 大家变得都很精彩 我感觉 大家是不是学辩论 第一课都一定要切 这个论证义务 像我们正方一变 对吧 一来 那你方要论证 一点改变才没有 才能够算得正 我方只要改变了一点点 对吧 就算论证 这个论证义务 一看就是教练指导的第一课程 然后我们反方一变更厉害了 直接起来根本不给你谈事实 这就是一个价值性变题 倒是确实从一变就把价值力的这么高 我们看看后面怎么去继续展开论述 那好 感谢双方变手的精彩利论 接下来 要进入到我们第一个激烈的交锋环节 有请正反方一变 进行各一分钟的开杠时间 由正方先开始 即时开始 所以林方认为 到底什么才算是改变 非得是颠覆性的才叫改变吗 不不不 我问你 我们作为一个传播 传播领域的人 你觉得更应该传播一个观点 还是传播一个事实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改变 林方肯定是觉得 一定得是结果呀 颠覆性 完全不一样的才是改变 但是我发已经很明确了 我们是说过程的改变 任何职场的任何心理状态 任何都可以算是改变 好 您的问题是什么 您说传播角度 你希望对今天的00后说 你们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以后也不要再挣扎了 你们就得屈服 就得服从 是你的意思吗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说00后还没有改变职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对方说的 改变 我们承认 那点东西叫什么呀 叫微调 我们00后改变了职场 一定是 在大多数公司 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可以让大多数人 都受益的情况 才叫做改变 所以我方认为的改变 和您方认为 点点改变都叫改变 是不一样的改变 那您觉得 微调为什么不算是改变 当它改变领导 对这个职场人群的态度的时候 它会反思 任何一个想要进步的领导 想要进步的企业 他们为什么不能够 学会聆听 倾听属于00后 这一新生代的声音 而做出进步的改变 OK 但是您方的方法是什么呢 你找我 我在KTV 你找我 我在喂狗 你的沟通方式是这样 直撑怎么变呢 改变 它可以是正面 也可以是负面的 它可以有跟老板 直直地去对抗了 这种我们不倡导的方式 但它也可以建言献策 可以贡献 他们00后 这个时代所富有的 新思想和新创意 这些都属于改变 好 我们再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 对方说的观点就是 你们可以在KTV 你们可以喂狗 你们的改变方式 就是这样负面的 所以我们不能传播 让00后 这样改变的方式 我们说职场还没有改变 但是怎么变 我们二三变会告诉你们 我们是更积极的一种方式 谢谢 很激烈啊 我觉得开杠的好玩之处 就是一定要激烈起来 对吧 这个我刚才看到 这个两个教练在底下 这个对吧 这个手舞足蹈 然后这个投来殷切的目光 看来每一次看比赛 都有这样一个感觉 后面的自己上场打 是吧 好 那我们第一个环节结束了 我们有请现场评审团 开始投票 倒计时五个数 五秒钟之后 我们的投票截止 五 四 三 二 一 好的 那有请工作人员计票 哎呀 我觉得刚才啊 那一轮 大家的这个攻防非常精彩 我觉得接下来就涉及到 就是我们到底 在说00后 改变职场 没改变职场 或者要改变职场 不要改变职场 这个改变职场 到底改变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背后的宾语是什么 对吧 那改变认知 改变什么认知 为什么要改变这样的认知 改变行为 改变什么行为 为什么要改变这样的行为 恐怕就是我们后面要详细展开的 这个论述 好 我手上已经拿到了 第一个环节的 评审团的投票 正方24票 比反方23票 正方 微微领先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二个便位 有请正方二便 陈词 时间四分钟 即时开始 首先我们想要跟反方说的一件事情是 90后改变职场 80后改变职场 和00后改变了职场 并不冲突 我们可以一起改变职场 然后反方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是 现在我们要保护00后 他们要保守 然后等到他们90后 80后30岁40岁时候再去改变 那不就跟你妈妈 这18岁时候不让你出的线 让20岁时候你突然抱孙子 有什么区别呢 这是第一 第二 反方一直在要事实 那好 在这里我要重申一下 我方观点 00后改变了职场 那么今天我要讨论的 只有三件事 00后改变了职场的 什么事实 00后改变了职场的 什么事实 00后改变了职场的 什么 事实 00后改变了职场的规则 内卷大厂拼多多 最开始是996 007 为什么现在变成了 加班需要申请 因为一个22岁的女生 死在了凌晨一点下班的路上 22岁呀 花一样的年纪 没有人愿意加班工作 没有人愿意工作到猝死 甚至这位女生会发朋友圈 歌颂公司 她说我为多多守边疆 但是她用她的生命改变了这个职场的规则 这个职场 这个职场不再因为她而加班了 这不是个例 字节和心脏只能有一个跳动 这也不只是流传在00后口口相传中的一句口号 它也是我们对于它的一个反抗 有些时候甚至不需要付出生命 用口号也可以改变职场的规则 甚至我们都没有从主观上想要改变 客观上却造成了改变规则的结果 不仅仅改变了规则 实际上还会改变职场的行为 我们都会看见 实际上网上经常流传一些热搜 说00后在面试的时候 努力地为自己争取权益 00后在面试的时候去怒怼HR 他作为00后 在面试的时候怼了HR 我作为00后 在面试的时候怼了HR 等你进入职场的时候 你作为00后 HR会不会稍稍地那么和颜悦色一下 他的职场行为被改变了 还有一封离职信特别特别网红 他说老板凶我 我就要辞职 那么试问 这位老板下次再凶别人的时候 会不会想起这位00后的这句话 他的态度会不会和缓一点 甚至他以后就不再凶这个人了 我们要知道改变从来都不是 一蹴而就的巨变 往往也是水滴石川的渗透 均可见嘉兴南湖之上 那一艘小小的红船 在百年之后 已经成长成了微微巨轮 改变了世界 红船之上坐的是20出头的年轻人 均可见天安门广场之上 首摇红旗的 也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 他们拉开了五四运动的帷幕 红旗叫我农奴己 黑手高悬霸主编 未有牺牲多壮志 赶叫日月 换新天 换新天的 就是这20岁出头的00后 他们改变了世界 凭什么今天你告诉我 20出头的00后 反方却看不见 他们改变了职场 甚至有些时候 00后改变职场的时候 都不用那一页 写满了字的离职信 00后改变职场的时候 往往用一张白纸就够了 太精彩了 你知道就是 确实是就是一瞬间 我在这个舞台上 突然一下子心跳心率加快 然后我看了一眼旁边的陈老师 常常是表现出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乖巧 就是一种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刚才总是想到 那个张飞的扮演者 也不感觉很相像 我没说你 对吧 就是想到那种 哥哥俺也一样 行 那我们有请反方二变 进行四分钟的深论 计时开始 我们在座的六个up主 都是玩传播的 玩传播的人呢 想提醒大家一个规律 就是当一个人 他特别慷慨激昂地 论证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要警惕 他说的是不是片面的信息 刚才对方二变 说了一个特别特别片面的信息 就是猝死这件事 我们三十岁的人 绝对是胜利君 那个时候确实有 二十多岁的零零后猝死 但是他就有一大堆人 同时猝死 才造成了这种改变 猝死的更多的是什么呢 是三十岁的人 因为我们身体更差 我们被职场祸害了更多年 那么好 我下面写的论章的 根本不是对方在说的这些东西 对方在说的 无非是职场中 有一些行为被改变了 对吧 有一些东西在变化 但是一个公司改变 等不等于职场改变 肯定不是 就拿婚姻来论证 那么一段夫妻关系改变 是不是等于婚姻被改变 也肯定不是 那么前者 也就是一个公司 和一段夫妻关系 它是有可能 有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群体的行为 而发生变化的 但是人类 或者我们换一点 中国2020年的婚姻 或者这个职场 只能有深刻的 社会历史的原因 那些结构性的动因 当他们积攒起来的时候 那么才有可能 去引发底层规则 被颠覆 从而引发改变 那么比如说 还是拿婚姻举例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 婚姻发生了很多变化 比如说 男女的这个性别角色 发生了变化 男方不一定养家 对吧 女方不一定 这个在家干活 还有比如说 男女可以不生孩子 那么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这一切是因为 恰好 过去一个世纪的男女 特别有勇气 或者他们的性格 特别各色吗 完全不是 这一切 要说到工业革命 那么工业革命 发生的时候 大量的体力劳动者 被淘汰 脑力劳动者 走上了历史舞台 那么这个时候呢 男女之间的 体力差异很大 但是智力 并不存在 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甚至我们可以说 不存在差异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在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女性走上了职场 女性走上职场 等于她得到了 经济上的独立权 那么她在这个夫妻 性别角色 和夫妻关系中 开始有了话语权之后 她开始改变了 自己的角色 她开始改变了婚姻 所以我们说 到底是过去 一个世纪的 这些男男女女 这些夫妻 改变了婚姻 还是工业革命 和之后的 一系列深远的变化 改变了婚姻 我觉得非常显然 是后者 那么 我们再来拉回到职场 那么在职场 我们能不能看到 过去发生了 这种深远的 结构性的变化 我觉得并没有 什么是结构性的变化 是权力关系 利益调 是这种话语权 谈判的权力 那这些东西 当它出现松动 至少有松动的时候 才会发生变化 那职场的情况是什么 职场的情况是 劳资关系资方 还是占据主动 对不对 老板还是说了算 老板还是能决定 员工的去留 那么一个企业的 绝大多数的经营利润 还是被那几个人分走 而不是员工 那这种情况下 底层规则没有被颠覆 仅仅是因为去 KTV六个狗 或者周末 我说我不去团建 你得给我加班费 这些就能叫改变了职场吗 我方便显然不是 那么 我这里来安抚一下 听这个辩论的人 就是我这么说的话 很可能会有一种 历史决定论的角度 就是说 那我们个体 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吗 其实不是 那先说一个 很绝望的一个感觉 就是一个个体 在内因没有发生的时候 就是历史性的内因 根本没有积攒到位的时候 它确实没有办法改变 人类生活的宏观方面 但是它可以做两件事情 其中一件事情 是它可以改变 大幅度地改变 自己身边的小环境 第二是 小幅度改变 自己身边的小环境 大幅度改变 自己的个体命运 而这是绝对有意义的 第二点是 大家不要绝望 我们这个时代 有大量的内因 正在发生改变科技的 比如说区块链 比如说AI 这些东西 可以在我们的有生之内 带来变化 好 谢谢大家 如果说第一轮 是阴然和实然之争 那第二轮 就是宏观跟微观之争 两种风格 两种视角 正方二边用的是 个案的诠释 场景的建构 情绪的渲染 把辩论赛推向了高潮 而反方站在 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 与社会结构的视角 企图给出更为深层次的思考和原因 那我们非常期待 双方二变的交锋 好 接下来 有请正反方二变 进行各位一分钟的开杠 由正方先发言 即时开始 请问我和吃眼男孩结婚之后 我出轨了 我们的婚姻 有没有票上变化 我看不到这个问题的相关性 我说一个东西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一个东西 正好被倒我嘴上了 就是 那么 你提到了1920年的那次会议 胡相那次会议 那么从20年代到50年代 这30年间的确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让中国改变了 对吧 那我们说是那一代人让中国发生改变 还是说共产主义让中国发生改变 我觉得绝对是后者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铁一样的事实 就是没有历史课本 没有人告诉你 是几零后改变的中国 但是你知道吗 瞿秋白 毛泽东 李大钊 陈独秀 他们恰好是1880年和1890年代相人 为什么没有人说 19世纪的80后和90后改变了中国 太荒谬了 因为代际在时代面前根本不重要 是时代赋予代际特征 而不是代际赋予时代特征 那么 我的发言已经结束了 我不准备对问对方任何问题 因为我觉得我的论证已经足够有力 好的 那么感谢对方给我非常多的一个发言时间 首先我要说一下 如果我和赤眼男孩结婚 我出轨了 等我们婚姻观赏发生了改变 第二个 我们要讨论刚才您说的 这时代赋予代际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时代就已经赋予了 00后跟90后 80后完全不同的东西 从00年到现在2020年的统计数据 我们的国民经济水平 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而00后一代 也是伴随着电子产品出现的一代 这些电子产品 以及这些电子产品 所带来的广袤的世界 和他们的父母有更多的经济资本 就让00后有了更多的选择 这就是时代赋予00后的选择 为什么 是像您说的 赋予是李大钊 陈独秀 毛泽东 他们那群人 也是因为当时社会巨变赋予的他们 所以这群00后 跟一百年前的那群00后一样 都是身兼历史使命的00后 他们确确实实 过去改变了职场 现在正在改变职场 未来将会更加深远的改变职场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双方变手的精彩发言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现场第二轮的环节投票 请各位评审们 做出关于第二轮的这个投票 我们也倒计15个数 5 4 3 2 1 有请工作人员统计票数 我刚才感觉这个辩论赛非常有意思 除了观点的交锋 技术的博弈 其实还有策略的选择 比如刚才我们的反方二变 就选择了一种策略 就是我先说完 然后接下来你自己发言 我们不用进行搏斗 毕竟没有人愿意跟张飞一对一单挑 对吧 好 那我们就这个工作人员可以把这个票数统计上来 现在哈 我们在时然和阴然上面的两个战场都有所交锋 那在阴在时然上面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双方去讨论更为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以及接下来我觉得重点可能要给出一部分大家想象的解决方案 那么在阴然上面的价值倡导上面 究竟当我们在说00后改变职场和没有改变职场 这个价值观在当今社会里面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或许也是后续论证的重点 好 那我手上呢 是第二个环节的分数 大家猜一猜这一轮 谁赢谁输啊 反方 这一轮你们觉得谁赢谁输 他赢了 好 那我们这个公布答案啊 正方26票 反方25票 还是正方以微弱的优势领先 好 那我们就进入到了第三个环节 由正方三遍开始进行陈词 时间四分钟 即时开始 先说一下刚刚反方的部分观点 他们把公司说公司不是职场 夫妻也不是婚姻 这两个点本身我就觉得很很有意思 那么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 另外他们也说到 他们试图用庞大去消解个体的作用 试图用整体去消解所有的个体 这是很危险的一个想法 我在这提醒大家 接着我就要来说一说正方的观点 刚刚其实他们也说了 我们为什么要传播这句话 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部分 我是一个90后 差不多是95后吧 所以几乎跟在座的各位 可以勉强算是同一代人 那我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问我自己 也问问大家 就是你觉得你改变周围的世界了吗 这个问题不着急回答 我们先等一等 我们前面的队友也说了 我们正方拿到这个便提 占那么一点点便宜 因为毕竟00后整顿的职场 已经上了很多次热搜了 如果说职场一点都没有被改变 那这个便提也就不会在今天出现 但我恰恰要让大家跟我一起 认真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今天的职方 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传播这句话 我们为什么相信00后改变了职场 我们为什么又说00后改变了世界 这是为什么 其实和每一代最大的差别 是00后在出生的时候 互联网就已经几乎普及了 我们还在跳皮筋踢腱子 你们就已经遨游在这个伟大的虚拟世界里面了 当我们还活在那个风跑 瞎玩和灵里的小伙伴组成的小世界里的时候 你们就已经顺着光纜看见更大的世界了 可是你们看到了什么 你们看到的不光是今天阳光真好 我喜欢的人对我笑了 你们还看见了熬夜带来的秃头 领导画的大饼 职场里的闲猪手 还有远方燃烧的大火和陌生人身上的铁链 你们都看到了 说老实话 我虽然是一个up主 但是我的勇气和我的表达欲 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在一点一点被消磨 我害怕错误 我害怕失去 我害怕我的语言会像一把利刃一样 砍掉我所有拥有的东西 但是我 这两天我看到了年轻的你们 站在这个舞台上 你们激烈地在讨论文明的冲突 你们在讨论唐山打人事件 你们在为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奔走呼嚎的时候 你们从来没有害怕过这样的声音 是否会折损你们自己 你们只是在想 你们在意 这个世界如果它要改变的时候 只差这一个声音呢 其实在很多人的眼中啊 尤其是很多大人眼中 精神暴露是一件非常幼稚的事情 我们应该少说一点 我们应该不问为什么 我们跟着做就可以了 这让我想到我在高中的时候 读到北京大学2012年中文系毕业典礼上的一段讲话 他说这个世界更需要的不是北大人的适应 而是北大人的坚持 对方表现你们真的觉得 在座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我们梦想伟大吗 不 他们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清醒 人生海海 你我终将平凡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 他们能够在这样的想法当中 坚持自我才是更加可贵 更加难得的事情 就像熔炉里面说了 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去改变世界 而是不让这个世界改变我们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子 熔炉法案颁布了 这个世界改变了 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问题 为什么要改变 因为我们相信还有更好的可能 为什么能改变 因为越年轻的灵魂 就越有勇气的光 而勇气是人类最稀缺的美德 平静的叙述 然后如诗一般的风格和场景 和气氛和氛围 我觉得刚才给了我们一个 正好在后半部分比赛 一个另一种感受 我觉得与其说大家在谈改变 其实正方这个时候 已经往前走了一步 在谈 即便我们平凡 还能不能拥有改变的勇气 好 那我们期待反方三变 洪尘瑶同学的发言 我们计时四分钟 计时开始 对方说 我方的观点是在消解一个个个体 恰恰不是 用00后这么一个标签 来指代所有的人 认为这一代人 他才改变了职场 这恰恰才是 消解了这具体的每一个个体 以及我们在座的90后80后 对方其实我一直很想问的问题 你们觉得80后90后 也在改变职场 对吗 我记得二变有说过这句话 那么你们又说 时代在赋予00后独特的使命 因为他们可以改变职场 那我们90后80后 到底能不能改变职场 这是我很疑惑的一个点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变体 00后没改变职场 改没改变 为什么不说年轻人有没有改变 为什么 因为这道变体 还有我们上的热搜 隐含的一个含义就是 00后的某些特质 一定是我们90后80后没有的特质 导致了他们可以去改变职场 而我们可能不太行 然后对方给出的00后的特质是什么呢 更有勇气 他们更年轻 他们带来新的认知 有新思想 我们90后80后 在当初刚进入职场的时候 谁不是这样的 谁不曾经是少年呢 我们也想改变过呀 然后对方又说 00后更有钱 他们的钱哪来的 更有钱的80后父母给他们的 80后又有钱又有钱 为什么他们不能改变 然后对方说 00后他从小跟互联网 一起生长互联网普及的 我觉得他们恰恰忽略了 每一个具体的人 你知道我在18线县城的 00后的表妹 她从小没有接触到手机 而我在北京的表姐 她是90后 可是她从小就拥有了手机 我们要关注的是 每一个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人 这是我方的观点 我们不要去用一个标签 去指淡那一个能够改变职场的人 你做出抗争 你想要改变 不是因为你是那个年代的人 是因为你是你 你有可能是因为你有足够的底气 去对抗这个职场 这个职场离不开你 也有可能是因为 可能90后80后 我们有勇气 我们正义 我们可能没有那个勇气 直面刚领导 但是我们会为了那些 在网络上发声揭露职场 不公平 这种霸凌现象去点赞转发 你能说这种没有再改变吗 有多少70后80后 忍到现在给他们点赞 为他们发声的 所以还有一些80后90后 他们现在可能成了 一个领导层中流砥柱的职位 他们不愿意当年受过的伤 付给下一代 所以我成为一个 愿意用自己的所能 去保护下属的领导 这算不算改变 所以我们想说的是 对方所说的一切 完全剥夺了90后 95后 甚至以前更早年代 我们改变职场的意愿和能力 也推卸了我们的责任 我们其实 就我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营造出一种感觉 就只有00后有这个能力呢 在我们的时代浪潮里 说实话 真的是我们自己决定了 我们在职场上是什么样的人 而不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出生 所以不要把希望和责任 只寄托在一代人 而且还是这么年轻 的人身上 他们刚刚进入职场 才可能不到六个月 对吧 所以我们不要让他们承担这一切 只让他们承担这一切 所以我们要看到和鼓励的 是一个又一个 不被这个出生年代 这个标签所束缚的个体 我们要看到的是 每一个勇敢的 有底气的 善良的 或者是有这个机遇的 去做改变的 每一个人 谢谢 好 感谢正方三遍的发言 正方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视角 就是在今天用代济来进行划分 究竟是否靠谱 对不对 如果回归到具体的个体上面 个体的差异 是否比代济的差异要大的很多 这个问题或许是后半场 接下来争论的关键 当我们在谈代济划分的时候 我们谈的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角 这种视角表达了我们内心深层 怎么样的心理结构 和社会结构的一些表征和暗喻 好 那接下来期待双方三变的开杠时间 各一分钟 有请双方三变 正方一变 开始即逝 可能反方对我们有点误解 我们说00后改变了世界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70后80后90后 没有改变职场吧 我们只是说00后 他也改变了职场 我们并没有否认 90后80后他们的功劳呀 所以在宁方认为 职场每一年都在改变 是吗 那我们今天花这么多时间来论证 这个上了热搜的 00后整顿职场 没有人说过90后 80后整顿职场 为什么出现这么话题 为什么要在这讨论这个话题 00后和90后80后之间 到底有什么特质 让他们值得上这个热搜 忽略了我们之间的努力 为什么呢 为什么90后 80后 70后 刚进入职场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人讨论 因为互联网没有那么普及 大家不是每个人都有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 但不是每个人 都有看报纸的习惯 对吧 甚至家家户户都不一定 还有电视机 你让他们怎么每个人 在大街小巷讨论 90后改变了职场 80后改变了职场呢 我想提出一个案例 第一次利用互联网 来揭露职场 霸凌职场 性骚扰案件的 是90后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讨论了 为什么一定要用00后 这个简单的标签 去区分开我们这一代一代人呢 00后之间有很多的不同 对吧 我表妹上海的表妹和18县县城的表妹 都是00后 他们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您方承认我们是要用00后 这种出生年代的标签 去涵盖每一代人吗 这是我们想要倡导的价值观吗 这是你刚刚说的不同 其实反映出了00后最大的特点 因为这些不同 是他们勇气的体现 他们可以在如此年轻的年纪 就如此不同 我们追求相同是为了什么 是不是为了获得和群所带来的那份安全感 我们才追求和别人一样 所以您方认为00后和90后 80后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是90后我们没有勇气吗 我们六个人站在这儿 似乎并不是哦 非常有趣啊 现在争论到了 就是双方又回到了一个论证义务上面的问题 对吧 对于正方来说 我们提00后改变了职场 我们没有否认70 80 90 因为变题反正也没说对吧 那反方就是说 那为什么我们偏偏要把00后单独拎出来呢 对吧 如果都在改变职场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这道题呢 单独把目标或者说把视野 放在00后的讨论上呢 这个非常有趣对吧 我一直说一个变题啊 你要关注它说出来的 其实还有它没说出来的 我们怎么补前半句 我们怎么补音 我们怎么推果 其实恰恰才是这个变题 更有意思应该挖掘的地方 说出来的这个部分 和没有说出来的这个部分 其实才构成了我们共同的一个视角 才给了变题丰富的诠释性 好 双方三变的这个精彩的这个发言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要进行第三轮的投票了 各位评审们 接下来有请各位评审投出第三轮的 环节票 好 我们依然给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有请工作人员计票 好 在我们这一次的赛制里面啊 为了让各位深度的体验辩论赛的 有趣之处啊 我们其实接下来就会进入到激烈的 自由辩论的交锋环节 这个环节我是最喜欢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就是一通乱打 然后呢 这个一般 基本上在一通乱打之间啊 就会有灵感的碰撞和火花的碰撞啊 因为人的这个反应能力啊 必须随时跟得上节奏 然后也是基本上是金句 爆出概率最大的场合 所以我一会儿非常的期待 那我们进入到了第三轮的分数当中 第三轮我问一下正方 李老师 你觉得第三轮谁赢了 李老师 你 我是陈老师 对不起 陈老师 陈老师 没关系 也不是很熟啊 你觉得哪个赢了啊 我觉得 约你们队长赢了没 肯定是我们赢 杨阳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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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阳领先三票那也是杨阳领先是吧 好 那我们来公布第三轮的环节票啊 有点遗憾 正方27票比反方31票 恭喜 第三个环节开始 反方的局势开始扭转了 那接下来进入到最为激烈的自由变环节 双方各四分钟交替发言 各位评审们仔细听啊 因为自由辩论环节完了 还有一轮投票环节 那由正方先开始 计时开始 首先我们今天为什么非要讨论00后改变了职场 是因为组委会出的题就是00后改变职场 然后组委会说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讨论00后 那是因为十年前就像反方所说的 是90后改变职场 现在是00后改变职场 没有人能够永远年轻 但是这个职场永远有年轻人 为什么年轻人能够改变职场 就像是我方便有所说的 因为他们有独特的勇气 这是他的特质之一 并不是所有特质 咱们仨一块吃了一盘饭 我吃肉你吃菜他吃饭 那咱们都改变了这个饭桌 只不过改变的东西不一样而已 所以对方便有说的 80后70后90后00后都在改变职场 是不是因为职场本来就在变呢 你说职场本来就在变 所以00后刚入职了 职场变了 我们不是来这听这个的 没劲 没劲也是改变了 感谢对方便有为我方便 00后改变了职场 我问对方三变一个问题 就是对方三变说 为什么现在上热搜 是因为00后跟80后90后不一样 但是我问对方便有 1718年的时候 手机有没有普及 你说的是那时候手机没有普及 但是1718年的时候 手机其实普及了 我来回答你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上热搜 是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走入职场的00后 00后有一些走上电子厂 水泥厂的人 在18年的时候 他们已经进场了 但是没有上热搜 他们根本改变不了职场 而中国什么样的人 才是主流群体 正是那些进电子厂 水泥厂 服装厂的人 对方便要想这么解释呢 但刚刚我们说了 其实00后 你们也说了 00后大不相同 每一代都大不相同 那这些大不相同的人 为什么只有在那里面的人 才是00后 所以走进社会 进入到公司 争取在大城市打拼的人 就都不是00后了吗 我们每个人 都想往更好的方向去前进 如果我们能走向更好的方向 能通过这条 我愿意走上的道路 去试图改变我所在的职场 就不叫改变了吗 所以我们两方的根本区别出来了 对方想要说的是 职场一直在改变 而我方往后看了一层 我们看到了 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 00后改变职场 你去搜网站上面 90后发帖 他问 我们公司什么时候 来个00后来拯救我们 这是这句话 被传播之后带来的影响 你们真的觉得这句话 传播出来 对其他带的人没有影响吗 对00后没有产生影响吗 林方硬实认为 这句话对00后的影响是 我们不要一味把 希望寄托给00后 给他们太大压力了 但是林方要清楚 真正给压力给他们的 到底是谁 是我们吗 我们其实并没有 给他们戴高帽 是与压力 我们反而是在肯定 他们做出的成绩 而真正给他们压力的是 这个妖魔化的 荒诞的职场 所以我们说 我方想要强调的是 改变职场的 不是这个标签 是每个人具有的能力 每个人具有的勇气 如果有一些00后 比如说 中国的本科率 在四年前都是43% 有相当大一批的00后 他没有那个能力 跟职场说那些 什么我在KTV 他们工作是为了赚钱养家的 我们想说的是 不是因为你天然 带有这个标签 所以你就能 天然有无私的勇气 天然能改变职场 而是你要有 存好自己的底气 以及你要有这个机遇 我们想告诉你 以后是 不要着急 积存好勇气 然后我们这些 80后90后 有勇气 有能力的人 发挥自己的所长 这样不好吗 你知道吗 反方便有 想表达的观点 恰恰是我们这句话 背后隐藏的含义 我们在告诉 每一个年轻人 绝对不是说 你可以改变 所以这个肩 就落在你的身上了 这个重担 就放在你的身上了 你要去改变 我们是肯定 你们出入职场 就做了的这些事情 我们是在肯定 你的行为 而不是告诉你 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一定要改变 没有 没有这样的期待 只是拍拍你的肩膀 告诉你 你做得很好了 真的 你做得很好了 我觉得这个就看 我们双方 对这道题目的理解 对方认为 告诉00后 改变的职场 只是拍拍你 你随便 我们觉得这句话 带的意义 不是这个意思 00后 有没有改变职场 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积存好自己的底气 职场不是说 因为你一个新人 你有更独特的勇气 我作为90后 我刚才听到 觉得最刺耳的就是 00后有独特的勇气 那我们90后 80后就没有吗 你宁方对我们过去 这一代一代人 之间的努力 当初经济发展 带来的这种物质的基础 这些是00后带来的吗 他们可能只是 一代一代的接力棒 递到了他们手上 这句话带来的是 我们对其他代人 努力的一种漠视 是一种蛮不在乎 现在的经济 互联网这么发达 那为什么没有人提及 当年90后 80后也在改变呢 只有00后出现了呢 这是我方想要说的 不要忽视 每一代人之间的努力 我们没有忽视 每一代人的努力 我们讨论的是 00后改变了职场 所以我们集中的 主要就是在说 00后改变职场的事 我们确确实实是 站在80后90后 前人肩膀上 锦上添花 但我们也需要知道 锦上添花 本身也是一种改变 锦上添花没有用 刚才我方三变的观点 我就不同意 就是微小的 80后90后改变 没有用 00后改变也没有用 我来给你举一个例子 唐宋明清的女性 有没有在争取自己的权益 权益 有 他们为什么没有得到 女性解放 动音没有积攒成功 蚂蚁的一小小的改变 根本对不起这个古兑 现在为什么只想在改变 因为动音成立了 00后恰好出现在这个时候 那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不去 努力的去改变了 就是推不动石头的时候 我们就不推 我们推的时候 哪怕只颤威了一下 这也算是改变成功了 可能石头没有 完全的做出一个位移 但它动了一下 我们需要的就是动了一下 让每一代人都在推 甚至00后本身反抗的这个行为 就会对未来的 10后20后都会有一个启示 他们改变了未来的人的心理 不一定非要改变行为 它也可以改变别人 对于这东西的认知和心理 改变职场的心理 也算是改变 OK 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 是一个归因的问题 这个改变 我们都在做 对吧 您方归因到00后上 而我方不这么认为 我们觉得 因为是谁做出的努力啊 前人栽树后人成梁 你说成梁的人 他是最牛的 前人栽树 你把前人栽的树 全都忽略掉了 我觉得这是对方 对自己 以及对前人 所有的努力的一种忽视 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东西 你为什么一直在忽视这种 我们做出的努力呢 我们并没有忽视 每一代人做出过的努力 我们肯定00后的贡献 跟我们肯定任何一代的贡献 并不冲突 而且我们00后 不是应该更有这种辩证的思维 看到前人栽的好树 和他栽出的坏树吗 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阴暗面 看到了长得不是那么好的树 我们才去修剪它 去给它更多的养分 去做出我们00后应该有的努力 所以对方一直没有说 00后到底做出了什么改变 是整体的加班时长变少了吗 请论证 你们是在喊口号啊 首先我们刚刚二遍 已经说了很多很多 00后具体的改变 但是他们仿佛都没有听到一样 其次就是 你们有没有发现 刚刚反方的发言 特别像一个场景 就我好熟悉 我感觉就是你拿着一张试卷 跟妈妈说 妈妈我进步了 然后妈妈说 可是人家考100分啊 那又怎么样啊 后浪那条片子 为什么没有打到00后心里 因为他全篇都在讲 你们站在前人 为你们积累的荣耀上 像一个礼物呈现在你们面前 却没有人问过00后 你们需要什么 很精彩的一个自由辩论的环节啊 我觉得给了我很多的思考 因为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环节 是双方的一个总结发言 那我给双方辩手留一些时间来整理 也给大家留一些时间来思考 我会提两个我的疑问 也是期待能够得到双方的一个回答 第一个疑问 其实就是双方在自由辩论交锋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当我们谈改变一件事情的时候 一定会包含着主体 也就是人的这样的一个 主动性的超越性的力量 第二种呢 也一定会有宏观层面的 社会结构的调整 那么这两者之间 是否存在着顺序 即当社会结构不变的时候 个人能不能做出改变 在社会结构的缝隙当中 个人可以做出多大程度上的改变 还是如果社会结构 没有根本性的调整 个人就没有办法做出改变 又或者说 在现有的社会结构条件之下 当我们在倡导 个人做出改变的时候 这是否是可取的价值观 这是否是道德的选择 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要去思考 职场本身不是静态的 它本身也存在流变的历史情境当中 当产业转型和商业业态的分布 开始改变的时候 职场本身会改变 当外部的环境 经济环境 市场环境 发生变化的时候 职场本身也会改变 我们怎么判断今天 当00后 作为我们这几年来的 热门的毕业的 这样的一个关注的群体 他们最终是汇入了 这条职场改变的河流 被行诉 被裹挟 还是他们其实是超越了 我们刚才所说的 外部环境改变的力量 自身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 新的探索 在这个过程中 时代的趋势 与个人的改变 究竟应该怎么被理解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是代际上的差异的问题 当我们在说00后改变的时候 00后必然站在 某一个历史的起点上 这个历史起点 可能是70后 80后 或者是90后 创造出来的一些条件 那在这个历史节点之上 做出来的改变 在何种程度上 可以被承认 因为双方会说 景况天花 可能也是改变 但又或者说 你也在吃着 前面几代人的红利 你不能把这个功劳 据为己有 那我们如何定义 它做出了 什么程度的改变 才可以被认可 在他们这一带 解决了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社会课题 那我期待双方 能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给出回答 好 那我们进行 自由变环节的投票 大家刚才应该也就思考好了 倒计15秒钟 5 4 3 2 1 好 有请工作人员开始计票 最后一个环节 是双方的 结变环节 比赛接近尾声了 然后结变呢 是双方各两分钟时间 按照我们赛前的顺序 是反方先结 正方后结 那 自由变环节的票数是 正方 28票 反方 25票 正方 暂时领先 好 那我想大家冷静一下 让我们聆听 双方变手的最后一轮发言 有请反方变手 结变 两分钟时间 即时开始 我们非常肯定 现在在年轻人 有一腔热血 想要改变职场 我们同样也肯定 过去的每一代人 都做出的努力 我们今天为什么 讨论这个变题呢 是因为我们不希望 标签化 再一次出现在 互联网时代 这个浪潮当中 我们都是做up主的 我们知道标签化 会对每一代人的思想 产生什么样的禁锢 这个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这是我们的经验 所以我们想说 我们拒绝的是标签化 我们要看到 每一个具体的人 其实当我们看到 这个变题的时候 我们内心期待的是 两种变化 第一种变化是 职场内核改变的 比如说薪酬啊 这些和我们自身利益 息息相关的改变 这些改变 我们知道非常困难 不是靠刚入职场 可能只有六个月的 零零后来改变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不着急 慢慢来 我们可以像 对方便有说的那样 从改变风气开始 但是改变风气 真的是像对方便有说的那样 靠零零后的一腔热血 对领导不加班 在KTV这些抗争开始的吗 我们为那些站出来发声 为那些说自己揭露了 职场不平等 性骚扰的视频 点赞转发 我们做视频 分享一个独立思想的书 甚至80后 你努力做一个好的领导 这一点一滴的改变 就是从可能80年代 甚至更早以前 就已经开始了 对吧 包括我们新时代女性的觉醒 对金钱 过度崇拜 这种反思等等等等 都在改变的职场 都在改变的职场 当初第一个站出来 在互联网上 实名制披露性骚扰的 是90后 00后 只不过是 这个00后 它从我们每一代人的手上 接过的这一帮 将来可能传给05后 10后 我们不希望 用每一个具体的标签 来形容这样的改变 不要把这个责任 义务和能力 仅仅和这个00后绑定 那样对他们来说 负担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对我们 过去几代人忽视的努力 这是这道00后 上热搜背后 我方所看到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丢掉标签 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尽我们己所能及的 不要超过你的能力 尽力地去改变这个世界吧 说实话 我在拿到这个遍题 看到我们这个阵容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六个up主 没有一个人是00后 所以讨论了半天 我们其实是在讨论 我们眼中的00后 以及和你们 息息相关的一道遍题 所以甚至现在 我觉得输赢不重要 就是这个答案 对你们有什么意义 才最重要 就像对方便有说的 00后需要面对的是现实 需要认清自己的位置 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 告诉你 我们做出了什么努力 我们已经打造了 什么样的现实 但是我突然想到 前几天我收到的一条私信 是一个粉丝跟我说 他对他的父母 已经很久都没有表达欲了 因为他有一天 在加班很晚 还被老板骂的时候 给他妈妈打电话 他说妈妈 我今天好累啊 我还被我的老板骂了 他的妈妈问他说 那你要想想 为什么你的老板 偏偏骂你不骂别人 所以 我就想起 我在视频当中 之前写到过的一句话 就是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也唯有奋力奔跑 方能胜风 其实是时代造英雄 英雄存在于时代 可是我们只是想 对那些奔跑者说一声 你做到了 你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正方 坚持这个持方的原因 也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希望 在00后还年轻的时候 可以看护好 你们自己的激情 跟理想 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中间有一天 都会消磨 你们太早就看到过 自己不曾到达过的世界 你们太早就看到过自己 没有触摸过的那些黑暗 这是一种幸福 但也是一种悲哀 所以 在这个年纪 你们面对 比你们经历的 要复杂得多的世界 你们确实需要一些保护色 你们也承受了很多 来自外界的偏见 或许世人到你轻狂 可是 你本就年少啊 我觉得 他们已经 给我们讲了太多的道理 讲了太多的现实 但我只想 拍拍你们的肩膀说 少年 你也可以不用这么懂事 最后一轮发言结束了 我觉得其实 就像刚才 郑三总结的那样 我们其实输赢 是完全不重要的 这是一场表演赛事 我觉得这样的 跨界合作的赛事 是多多益善的 因为它提供了 跟专业辩手不一样的 视角和生活经验方面的素材 那我们期待以后 这样的 可以有更多的人 对辩论感兴趣 各行各业的人 都能够加入进来 贡献自己的视角 和生命经验 我想今天这场比赛 也是确确实实 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 那各位现场的评审们 最后一轮投票 请投下你内心当中的选择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结束 我们的这个正反方的 这个三变啊 走了完全不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风格啊 这个反三是逻辑型啊 这个 这个叫做 逻辑严谨 然后层层深入的 这种递进式的啊 那我们的正方三变呢 走的这种情感型啊 春风话语啊 这个润物无声啊 但最后呢 在工作人员统计票数的同时 我也想说一说这个题 我昨天拿到这个题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 因为这个话题 我想可能在B站 包括在很多社交媒体平台上面 都一定一定是非常热门的一个题目 它的原题应该是00后整顿职场 但是整顿这个词 可能在辩论里面 它不好去定义 所以我们为了简化定义 就用的是改变职场 我想应该是这么命出来的啊 那其实当我们在谈00后 改变职场的时候 我们在谈什么呢 我们今天其实都抓住了这个视角 就是说代际对不对 你们会发现啊 我们好像很喜欢用一代人来区分 我们在70后 我们会说他们是改开的一代 80后我们会说什么 好像就说垮掉了一代 90后就会说他们啊 是怎么的一代 然后接下来00后 我们又好像要对这每一代人 进行一个不同的命名 今天啊 大家说得很对 我们对00后 好像都是一个外部视角 一方面是源于 我们可能今天常常没有00后 但另一方面又或许 其实还有一个缺位 就是00后并不只是一种 外部认知的视角 它也是一种自我的定位 这是一个必然的身份的焦虑 它是处在历史节点的这一代人 如何理解自身 你会发现当我们每次理解一代人的时候 总会发生一个矛盾 就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 总有一些偏见 而下一代人呢 又总想突破上一代人的认知 去开拓一些边界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 00后的边界是由职场所定义的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第二件事情就是 当我们在谈00后改变职场的时候 其实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00后是站在一个起点上面 再去做选择的 可是今天00后站到的起点是一致的吗 在今天这个时代 或许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 早就大过了用代际去统称的这种支撑 这也是为什么 只要用00后这样的一种称谓 它其实同时制造了代际内部的焦虑感 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说 同样为90后00后 看到别人怎么样过生活的时候 我会那么焦虑 因为当你打开所有的社交平台的时候 都会说 00后整顿职场 那如果我没那么酷呢 如果我真的很在意职场上这份薪水呢 如果我真的很听老板的话 是不是我就不是一个典型的00后 是不是我就慢于了我的同代人 是不是我就不酷呢 这种历史的身份的焦虑的意识 反映在各个层面 比如说90后会说我们快30岁了 我们没有买房子 我是不是失败 我是不是一个失败者呢 比如说今天90后 我的存款没有10万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 我就是一个在大城市里面留不下的人呢 所以我们看到啊 今天的新国变在整个负赛阶段 命了好多当代年轻人的 各种精神焦虑的困难 而我们怎么理解00后 这种自我的定位 也同样反映在了生活的各种细节之上 我最后只想说一句话 在今天这个课题差异必然大于代计划分的年代 当我们在用一个代计成一群人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普遍的结构性的困境 而不是用一种标签去抹杀着个体来自生活不同的痛苦 那么最后啊 这个结果拿到了我的手上 结变环节 正方32票 反方23票 所以综上我们整场辩论赛的结果是 正方137票 比反方127票 正方胜利 让我们恭喜正方 也同样把掌声献给我们的反方辩手 真的非常的精彩 好的 那感谢双方辩手 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辩论活动当中 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场视觉和听觉上面的享受 也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现场的评审团们 感谢你们为这场比赛做出了你们内心当中的裁决 那在此呢我也要预告一下 在今天下午的一点半 新国变十周年总决赛的比赛就会正式开赛 而在今天下午的15点30分 明星表演赛也会继续讨论 期待下午与各位相见 好谢谢 谢谢